啊 才11点啊 时间还早 玩它个20分钟就睡 白天上课摸云老补了好多种方案 冲 嗯 好像一天堵 不就是个小破路口吗 改这玩意儿的 路太窄了 让下高速进水友站的大巴 拐个月角弯 是不是不太好啊 来个撒动 你们会不会开车 为啥只走一排车道 谁啊 你从口袋掏车 你躲到后边公交 你知不知道啊 哎 你为啥手动中间不动了呀 你腿瘫了还老子舌了呀 天哪 我给你这么伤的 哎 可别火车好像有多伤 哎 还有你这个破鸡 干 TMP也是个好东西 冲 模拟现实度非常高 技能车道选择拉满 再来一团简简单单的线 哎 你们到底往哪儿去啊 给左转多一排执行度 给直升多一排左转度 给它左转执行全塞 这一条车道去了 哎 好像是不赌的 哎 我大娘的真是个人才 这不得欣赏一下 我这竟然又是行云流水 呃 无拘无束的路口吗 嗯 没错 这就是极爆水屌民 极之造景 以及让配置对比评测 难分胜负等等等等的 纠集上头游戏 城市天际线 为什么想到这么个悬题 我他妈前两周考试中 闹心一周干了40个点天际线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接下来转 我以一个普普通通的游戏玩家的视角 尝试浅显地介绍一下 天际线等这类游戏 如此上头的原因 以下观点可能不太专业 如果错误或其他观点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时指出 好 感腾的音乐 起 一 逐渐争夺的游戏玩法 和适当的游戏复杂度 这一点和市面上大多数游戏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游戏起初很简单 但不会有人初期都破产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只需要随便画点路 给刁民突然电 煎热水 阿队注意千万不要把收税后排税后 让在一起 然后刁民就会搬进来愉快的生活了 看着安顿好的刁民 你也会觉得好像有点意思嘛 然后就继续扩张出来 还有这个刁民 你们一般读刁民还是读刁民 我这读刁民读习惯了 查了一下再读一点刁感觉好别扭 学生人口越来越多 你需要处理的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多 如教育 医疗 消防 交通 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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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这里每一下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到了这里你可能还是想要弃坑呢 诶 你并没有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游戏始终保持了一个较为合适的复杂度 它不会向你硬核道想要放弃游戏 反倒会积极里去帮这帮刁民解决种种问题 而且这个游戏的难度可以适应各个级别的玩家 新手玩家哪怕只是愉快地进格子城 也可以维持程序运转 把城市摊得很大 高级玩家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mode 让游戏内的城市无限接近于现实 就算有那么一瞬间你实在被这帮屌民折腾 都不想再去碰这个游戏了 但关了游戏之后 你一定会不断回想游戏内的各种设计规划 就拿个公交举例 地铁没客流是不是因为乘客 闲走得太远都是坐公交的 这边公交太挤了 是不是把那条线接过来比较好 诶 不对好像这帮屌民太辣了 只做一站都下车 这样的话要不开个微信环 然后就睁开了一个这个离谱的玩儿 而且在这种不能而言玩学什么头的机制下 你不确定你的每一步操作后会发生什么 你会对它产生期待 这种游戏的随机性和未完成的紧张感 会让你再次开启游戏陷入新一轮的上头 并且这个游戏在有些地方的操作会有那么一点反人类 帽子定多了之后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bug 这会导致你每解决一个小问题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当你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后 看着不在挣扎的人口 不在拥堵的交通 不在紧张的经济 你会觉得 我这是个天才 然后继续开闭新的地方扩张城市陷入新一轮的上头 有研究表明 人脑中负责感性思考的部分 会比负责理性思考的部分更早受到刺激 举个好像不太恰断的例子吧 你可能只是想解决一个路口的拥堵 好首先要看看这路口是怎么堵起来的 解决个锤子堵车对车流发呆真爽 从另一个角度说 当你每次解决了各种问题 接着好一个区块之后 你会首先想到去找一块合适的土地继续扩张城市 思考怎么用伤新接手的建筑 而不是理性的思考现在几点了 这么晚时真的没问题吗 你是不是贪那张乱七八糟的大饼等等 更严重的是 很多人都是在晚上或者深夜玩这个游戏 这时本就不那么清醒的大脑更不容易进行理性的思考 反而会更容易让你先用新一轮的上投之中 同时这个游戏也存在着许多的数字 如你的经济 大学的状态 公交客流等 这又是一个发呆的大坑 其实天然现在这方面并不是特别初出 反倒是他的前作《多迅数2》以及隔壁的《Nimbius》 把这种相对随机的数字变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 在MOD数量巨大的春工坊的价值下 它的游戏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甚至光是订春工坊的MOD都能上映 不管你是喜欢城市规划 交通运输或是景观设计 显示还原 春工坊都有相关的MOD满足你的要求 当你在网上看了别人的天际线 开始接触照景 恭喜你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也要继续上头去了 这样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